美國有個女人要嫁給粉紅色 駱駝選美有40個參加者被指整容而取消資格 上年度中國的登記結婚數字是760萬 是從1986年開始有官方紀錄以來最低的數字 每個人都不結婚,難道每個人都不想結婚嗎 其實可能跟婚姻的模式有關 到現在這個世界,婚姻未必只是兩個人的事 有否聽過一些你猜不到的婚姻 話說台灣有一對夫婦是網紅 他們是一夫一妻子,老公和老婆 他們訪問一對開放式婚姻的夫妻 發生甚麼事呢,跟一個訪問的老公說 老公說我已經一個月沒見過老婆了 讓我買些菜,去家裡跟她一起拍拖 觸光晚餐 這兩個夫婦,記者跟老公一起到家裡買完菜 一敲門,這個時候老婆快開門 抱歉,我還沒穿好衣服 你在外面等一等 原來這位老婆的男朋友 就在家裡剛跟她完事 然後老公進去後還很客氣 然後那些衣服、底褲 放到整地都是… 老公… 對,老公還幫老婆收拾 這個時候老公就要問老婆 你男朋友要不要下來一起訪問 他累不累?他會否學會 我沖一杯茶給他喝 老婆說可以的… 他想休息一下,他剛才累了 然後這位老婆同時有五、六個 四、十個伴侶 七個 然後她的老公也是有的 剛才大家都有的 大家都有的 我也覺得很震撼 我完全是混不著 可能…我太… 你拿好保守 我們太生氣了 我以為自己拿好保守 結婚的模式是你可以想像之外的東西 對 總之你倆同意就行了 我知道很多婚姻都有奇怪的習俗 其實結婚前也會玩一些東西 其實不同國家也有不同玩物 你甚麼玩? 即是黃新郎 是黃新郎 在俄羅斯這個習俗 他會綁架新娘 對,怎樣綁架? 還有誰就是他父母 就會綁架他的女兒 要求男方付贖金 而且不僅付贖金 還會設定不同的挑戰 給他做 例如馬上唱一首歌 馬上在冰地上跟我跳舞 他的目的就是為了他難堪 因為我嫁給你 我女兒很親愛的 你要表達出你對我女兒的愛意 如果男生真的覺得很難堪 做不到的話 他也會留情 但要付現金、送鮮花、送朱古力 送很多東西才能取代外母對女兒 我聽過一個很震驚的 就是發生在非洲的一個國家 叫做毛利塔利亞 話說我們女兒結婚之前 我們也希望穿得漂亮的去嫁 可能會保持健康、瘦身 但她們是不同的 她們是要養肥的女兒 然後才可以嫁得出去 因為她們覺得 女兒的身形大小 就等於她可以在男人的心目中 佔有多少位置 有多少份 對,所以父母 希望女兒可以嫁得很好 然後就會養肥她們 最重要的是養肥她們 不是說自己在家裡 不斷吃東西 是當她五、六歲時 就送她們去一個養肥的營業 那裡有專人幫你養肥她們 如果女兒吃不完 她會嘔吐出來的話 要她吃快點嘔吐 對,要吃快點嘔吐 我的天 如果真的吃不完 你不吃 她會像以前看的宮廷劇 就拿那些東西去夾你的大志工 那男生你不會真的喜歡 對,男生你不會真的喜歡 覺得要大份就真的… 你們會很聰明,這樣的女生 但審美標準是否認識 你們三人在我們生活中 佔很少位置,是否意思 對… 她們會覺得胖就是漂亮 就是娶得過 不過當然不是發生在這個世紀 很久以前… 是一有,好像是五零年 在三零年的時候 好,不是… 一有… 一有… 原來是以前的 我聽我的影片 我沒有Carmen這個殘忍 我就是印度有個女生 是24歲的製作者 她的決定不是嫁給男生 是嫁給自己 嫁給自己 嫁給自己 為何她這樣做 自己嫁換戒指 她的婚禮是跟隨印度的傳統方法 她的原因是她想追隨西方 引起的單配偶制 因為她想表達一件事 就是自愛、自愛 就是我很愛自己 她不需要一個男生陪伴她 在她身邊 其實她不懂得結婚 就擔心就行了 對 她才做這種行動 對 其實跟單身沒有分別 有意識感而已 我聽過一個也是跟很特別的結婚 但比自己更特別 大家都試過有時候會遇到鬼 冥婚 會被鬼上身 但有試過跟鬼結婚嗎 很恐怖 不是,這是貼物貝 不是… 是她的貼物貝 這就是來自Amanda 她是來自Belfast 就是一個愛爾蘭籍人 當時她自己也有採訪 採訪一下電影中的海道時 突然發覺有一隻鬼魂 來找她 她認識到這隻鬼魂 原來是誰 是300年前 300歲的鬼魂 是18世紀 一個海地的海盜 看到嗎 一開始來的時候 她都覺得 你為何後遲了我 不要弄我 也很生氣 但她說原來她找了她幾次 聊天聊天 聊天聊天之後 她拆出一隻愛情的火花 於是她又怎樣 她最後帶了一群朋友一起 她租了一艘船 去到The Atlantic Ocean 中間 她舉辦了婚禮 她結婚的時候 她請出了一個媒介 媒介說可以聽到她的想法 所以媒介會代她簽名 所以婚姻書可以簽到兩個名字 真的是合法的婚姻 現在的近況是怎樣 這個很好笑 最討論是在上幾年前 她們又離婚了 又離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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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離婚了 因為原來… 她經常出乎 結婚了 她結婚了 結婚後兩個星期 開始覺得有點不舒服 經常會頭痛、嘔吐 就說原來是鬼魂 可能真的有些不好的氣場 那隻鬼叫甚麼名字 就是那個桌子 她說的鬼的名字叫 Captain Jack Sparrow 好… 大家覺得甚麼名字 有這些很熟悉嗎 好… 原來是鬼太多 就是在說自己… 沒錯 她在這裡聲稱這隻鬼 就是電影的啟發樂園 好… 當然,那些文章也說 那些專家真的回去找 根本在1700年代 根本沒有這個名字 當然 我覺得你們那些全部都很差 Jalvis,你也應該跟我差不多了 是嗎 我們一定的 你說吧… 話說有一個英國的女人 她聲稱她跟一些物件 會產生一些特別的感情 而且會感受到 那些物件的散發出來的力量 那女人一見鍾情 愛上了一個90年歷史的吊燈 吊燈… 歐式的吊燈 然後她說那樣吊燈 一看到就很漂亮 而且會覺得她的… 即是有些聯絡 覺得有些感應 對,有些連接 覺得跟那個吊燈 於是她就跟她結婚 親朋戚友參加了這個婚宴 即是她也支持的 支持的尊敬 然後問她為何要這樣做 然後那個女生就很簡單 說了一句說話 因為我想追隨著我的心 尊敬 所以你參加了… Chris,我很尊敬你這個故事 真心尊敬 因為我估計她跟那個吊燈 真的嗎 你以為她是吊燈 我這位是一個美國的女人 她住在德州 今年57歲,她名叫Sarah 她跟她的所愛 可以說是拍拖三十多年 差不多四十年了 是甚麼… 你想想猜嗎 是否也是燈?我想猜猜 是甚麼… 傢俬,是否梳化 傢俬 不是,甚麼可以猜猜 是草 還有自己的床 燕場是有的,我想說 燕場有的 燕場有的 是粉紅色 甚麼… 即是… 不是物件來的 是一種顏色 對,很厲害 因為她二十歲時 她已經愛上了這隻粉紅色 明天在2018年的時候 她曾經成為了頭條新聞的主角 為甚麼 因為她當時用了… 如果算是一百萬英鎊 不知為何要算英鎊 只要把一間粉紅色的房子 後來她決定了不行了 她說我是粉紅色 愛到我要跟她結婚 於是便舉辦了一個婚禮 那婚禮當然是全個婚禮 無論由食物、裝飾 她穿的衣服都是粉紅色 為甚麼她當時會… 喜歡粉紅色就喜歡粉紅色 為甚麼喜歡到會決定嫁給粉紅色 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她喜歡粉紅色 有個童而無忌的小朋友走過 就說 你有喜歡粉紅色的嗎 她說 對,我很喜歡粉紅色的 之後她就說 你這麼喜歡粉紅色 為甚麼你不嫁給她 然後她就說 對,為甚麼不嫁給她 為甚麼我不嫁給她 不如我嫁給她 於是便成為了這個 我想應該是地球上 第一個嫁給粉紅色的人 又錯了 小朋友這樣說兩句 她真的聽她說 對,她說甚麼 她說甚麼,師傅 可能是四十年迷思 對,朋友真的不可以亂說話 真的 所以我覺得婚姻這件事 已經不是說兩句人那麼簡單 甚麼類型的婚姻都可以有 我以為多人也算了 原來那麼多人也… 不知道是甚麼 對,她的婚姻 她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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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婚姻,她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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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她是1930還是1950年代 對… 但真的會發生你才覺得… 因為她說得好 我剛才全程聽到我呆了 我嚇了 我問三位女生 如果現場剛才說的話 你要選擇一件來嫁,你會嫁甚麼 我嫁給物件也可以 那個物件可以 是性愛機器人 不差的 她的婚姻,她的婚姻 她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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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寧願嫁給自己 她堅持自己 我會選自己 因為起碼是生物… 你先溝通到 我覺得今天有一個很好的藉口 就是這三位女生 如果有一天嫁不出時 她們可能到達55歲時 就會說 其實我決定嫁給自己 我覺得最好的是自己伴侶 如果沒有嫁不出時 唯有自己的 她的婚姻 其實那些男朋友都是小三位 其實我最重要是我自己 你們開心就可以了 好嗎 雖然我們不希望你們有這一天 但我們會不期待你們選擇 自己的 好,就我們 到時我多給一些禮金 對… 對於大家來說 婚姻是有不同的模式 最重要是你自己開心 那段就是美好的婚姻 謝謝大家